大家好,我是大泽,我现在是在广州的照庆小红汽车工厂 现在刚刚到场了,在我身后就看到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品,就是小红的飞行汽车 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展示,给大家带来简单的一个上手体验看看 现在我眼前的就是小红飞行汽车 其实从地眼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霸气 这个造型设计也非常的酷 然后在前面有一个小红的logo,非常的显眼 所以你第一眼看上去,其实虽然它是个飞行汽车 但是你还是能感觉到小红的这个设计理念在里面 然后我们来转一边看一下 这个神异设计的非常明显,一个大红展式的开门 跟小红的p7的那个游泳馆一样 我们再走进看一下,它整体配色是银黑色的配色 看起来科技感是非常的强 然后我刚刚问了一下工作人员,这个也是小红 第一次对外亮相吧,这个飞行汽车 我们在侧面来看一下 里面我稍微给大家放大一下 从我这个,因为我进不去,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里面是有三块屏幕出售 我也要跟南南说一下 在驾驶市那边有一块,大概多数的使用车 然后下面呢,这是一个应该说来操控的一个树的屏幕 基本上剩下就没有一个多余的操作 然后这是一个双人的座椅 设计感觉还是从上倒不错的 今天这个飞机第一次展出,因为今天是小红12色技术开放制嘛 哇,其实很惊显的看到这样一款产品 好的,这就给大家简单带一个上手的东西啊 稍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小红汽车技术开放制 更多的资讯,好的,我是大泽 谢谢大家